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们学的第二个专业 那么每一节课都之前呢 我们都给大家讲一下 它的重要程度和难度 今天这个支点是 首先讲一下它的重要程度 是比较重要的 近十年考过五次案例题 如果不考案例的话 就是选择节点 总之是必考的 和我们上一节课学的机械设备 以及下一节课学的工业管道 是最重要的三个专业 也就是我们要学的前三个专业 是最重要的 必须要熟练掌握 好 这是它的重要程度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难度 难度五星级的 五星级难度 所以这么说吧 这一节课大家不会很轻松 为什么 普遍 大部分的学员普遍感觉电气很难 就算你是干电气专业的 也会觉得很难 因为你有可能干的 只是某一个气氛的 小的分支 电气为什么难 因为有非常多 我们不知道的概念 好 今天我们要解决的 就是很多概念性的问题 概念不懂 对不对 我们要解释 好 还有就是 有个东西很抽象 没有见过 没有 这个电这个东西 看不见摸不着 不像我们的设备 也不像我们的管道 对不对 所以电气 整个就是 首先它很重要 其次它又很难 所以我们学起来 就不会太轻松 今天可能会脱糖 所以整个伏笔埋在这里 好 那么 因为是直播 每一节课呢 都有新来的学习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看课件 以及如何做笔记 白色是底色 黄色是重点 如果是考选择 或者安利 我们黄色部分 是容易出选项 还有彩分点 蓝色是给大家 做的一些提示 或者编的技巧 口诀 这个大家知道了啊 所以注意我课件里面 带颜色的这部分内容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在讲内容之前 先给大家做一个铺垫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教材里边的六十八页 在讲体体的电器 这个之前 我们有一个概念性的东西 我们看一下 这个图呢 是从发电到用电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现在进入这个 现代社会啊 大家觉得很多东西 都是理所应当的 比如说我们用电脑 用手机 说实话 这二十年的科技进步 远远超过前几百年 你就说唐朝 清朝的人 他活起来可能差不多 对不对 他没有没有电 没有经过工业革命 我们这 这二十年 就相比八九十年的人 生活真的是不一样啊 你看我们大家在 天南海北的听课 依靠的什么 依靠的电 大家觉得 一插上就有电 很正常了 那么这个电 是怎么 发出来被我们用的呢 最原始的电 最原始的电肯定是来自于大自然了 雷电 因为这个云 他有正负电荷 然后互相冲击 释放他的电能 那个就扯远了啊 但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搜集起来 对不对 搜集不了 后来我们人类发现了 我们可以自己造电 怎么发电 只要能够提供原始的机械能 他就可以发电 火力发电 我们之后会学到的 发电设备里边的烧工炉 烧水 然后蒸汽来推动它 水力发电 我们的三峡大坝 只要有水的落差 它的势能 冲击我们的叶轮 它能旋转起来 就能带动发电 核能 之前日本出现了这个核能泄漏 核能啊 它的这个能源的效能 是非常的高的 但是它有致命的缺陷 就是有辐射的危险 所以我们国家用的最多的 还是这个火力发电 还有哪些 比如说我们之后会学到的 风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 不过它有缺陷 就是看天吃饭 只要有太阳的时候 还有风的时候 才能发电 所以有非常多的 发电的方式 好 发完电之后呢 我们把它收集起来 对不对 然后经过一个生压变电站 好 那我们发完电之后 要给它生压 为什么要生压 我们家里边用的是多少 220伏 对不对 家用电220伏 不同的国家有360伏的 为什么要生压 给它升到上万伏 那么生压的原理是因为 这个P等UI 功率等于电压 乘以电流 对不对 这个守恒的嘛 能量守恒的 所以我们把电压升到很高 理论上来讲 你升到无穷大 无穷大的话 电流就无穷小 所以生压的目的是为了降电流 电流一小了之后 干什么 发热就少了 因为有电阻嘛 导体有电阻 它这个发热少了 能耗就少了 损失就少了 所以我们就经过高压的输电线路 我们在郊区就可以看到高压铁塔 我们待会就会讲到高压铁塔 怎么给它降上去的 然后经过一个高压输电 减少了能耗 那最后你得降下来 降到我们家用的220伏 对不对 经过一个降压变电站 那在这个过程中 有升压的变电站 有降压的变电站 中间就会用到变压器 待会我们会讲 变压器 怎么来运输它 怎么来安装它 那这种高压的升压变电站 非常的大型的变 变压器 有一个房子那么大 小型的我们经常见到 在进入小区的时候 一点点小 一平米的样子 然后经过低压的配电线路 现在的话 城市里边很少看到天上的 都是埋地 然后输送到千家万户 输送到工厂用电 民用电 工业用电 这就是整个一个发电 到用电的过程 所以我们这节课要学什么 怎么来发电 留到下一节课学 学发电设备 我们现在就来讲 怎么升压 怎么降压的 然后怎么收电的 最后怎么用电 用电的我们更多的是在建筑 电器这一块来讲 所以给大家有一个概览 花了几分钟 有个概念 好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 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是什么 就每一节课学之前 你必须要有框架性的东西 我们工业电器这一块 它细分的有很多 那比如说 它会讲到变压器的安装 配电柜的安装 输费电路的安装 你没有搭起框架来 你学的是散的 一定要有骨头 有骨头 才往上面加这个血肉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具体的内容了 13021配电装置 安装与调试技术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配电柜 配电柜这一块呢 不算我们常规的重点 基本上就是选择题的点 16年考过多选 我们配电柜的内容 给大家做一个补充 补充 这个蓝色的补充 可以把它拍下来 有同学说 这节课没运袭的话 你会比较的辛苦 因为这节课硕实话 概念很多 生气的概念非常的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拍下来之后回复一 先给大家念 念完了 简单解释一下就知道 配电装置 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配电柜 对吧 配电装置的功能 是正常运行时 用来接受和分配变能的 发生故障的时候 通过自动或手动操作 迅速的切除故障部分 恢复正常运行 配电装置是具体实现 电气主接线功能的 重要的装置 那它的组成有哪些呢 有我们熟悉的母线 开关设备 保护电器 测量仪表和其他附件等组成 有点抽象对吧 就是我们的配电柜 简单来说 配电柜起的作用 就是一个 集成的作用 集成了用于电能分配的各种 电气元件的一个柜子 一个柜体 那它有什么样的作用 可以快速的 帮我们找到故障点 快速的找到故障点 快速的加以排除 那像以前没有配电柜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 80后可能还知道 90后就很少遇到了 小的时候会经常出现 大面积的停电 就是有的时候是 可能真的是复合高了 有的时候是为了解锈电路 所以你不知道故障点在哪 你这全部都停电 然后来检修 现在有了配电柜就很方便了 因为分片的 分片安排线路检修 就避免了这个大面积停电的出现 好 这就配电柜 配电柜的作用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 看一下它的配电装置 安装前的检查 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什么 俗称的开箱检查 开箱检查 是不是讲过 技巧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开箱检查 记不记得 这道题 16年考过多选 如果用我们的技巧 完全没问题 上节课才讲了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开箱检查 所有专业的开箱检查的 思路是什么 以后我们讲到不同专业 还会问大家 开箱检查 就想到我们的收快递 然后要检查我们的设备 对不对 对开箱检查 收快递 那你说电器 除了我们常规的 讲的主体加资料 主体有哪些 外观是否良好 有没有破损 然后呢 资料 技术资料 各种合格证 说明书 等等 再加什么 相号啊 相述啊 型号规格 那你电器 总得有一点的 它所特有的 比如说我们之后会学到电梯 电梯有它所特有的 那电器 它所特有的关键词 绝缘 绝缘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对大家回答的很好 外观 主体 资料 记录 等等 第一个包装及密封 应良好 很常规的包装 外包装 然后设备及部件 型号 规格 规体的几何尺寸 应符合设计要求 非常的常规 备件的供应范围 数量应符合 很要求 很简单 第二櫃内的电器 及原部件 绝缘 磁瓶 要齐全 无损伤和裂纹 等缺陷 接地线 要符合有关技术要求 所以电这块的增加了 它自己所特有的关键词 就是绝缘和接地 绝缘接地 第三 柜内设备的布置 应安全合理 保证开关柜 检修方便 柜内设备与盘面 要保持安全距离 好 关键词安全 都是很常规的描述 第四 配电装置具有 机械电器防护操作的 连锁装置 五 配电装置内母线 应按国标要求 标明像续色 ABC三项的 并且像续的排列 要一致 第六 技术文件齐全 好 刚才前五点 都讲的是主体 它的主体多嘛 各种母线 接地 绝缘等等 然后最后 肯定是有资料的 对吧 就是纸之类的 所有的电器设备和原件 均要有合格证 关键部位 应该有产品 制造许可证 的复印件 其证号 应清晰 所以遇到这种不备 我们各种专业都不备 以收快件 这个思路来掌握 好 我们来看一下黑体子答案 配电装置 柜体的安装要求 刚才指的是 现场的检查 现在侧重于柜体 那我们这个配电柜 可以看一下 这是它的内部的构造 就是右边安装好的样子 然后这个是还没有安装的时候 它的框架 它的外框的样子 然后这个图呢 是给大家补充的 内部的布置图 不要求大家掌握 你可以拍下来 下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 教材里边没有针对这部分内容 的讲解 好 所以 这是 配电柜 尤其是给那些没看过的同学 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那配电柜呢 一般它的柜体 是由这个不锈钢的钢材 来制作的 防锈嘛 然后 落地的 像这种落地的柜体 它的基础 基础 是由槽钢或者脚钢 来制作的 为什么 防潮嘛 防潮不是直接放在地上的 起一个防潮的作用 然后就要注意找平找正 找标高了 说白了 它跟我们普通的设备安装 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对不对 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设备 安装跟一个机床 是差不多的 然后中间多了很多 各种各样的零部件 好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 关于它的柜体的安装要求 这个六点 相对于老教材 已经仁慈很多了 老教材里的针对这些 很多的数据 比如说垂直度 水平度 都有数据的 都删掉了 一般年这个教材 这部分都删了 很常规 我们来通读一下就可以了 属于简单的描述 就是横平数值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有哪些 第一 基础形钢的安装 刚才我们讲了 它的基础是曹钢 或者是脚钢 它这里边讲到的形钢 那形钢 大家还记不记得 有哪些 第一节目我们讲过 你看直播 我们会经常的做这种练习 举一反三 有同学一下没反应过来 是不是 第一节目学过形钢 有哪些 技巧是什么 还记不记得 行 把它换成造型的形 形状的形 把你能想到的形状 都写出来就可以了 公字钢 H形钢 槽钢 脚钢 公字钢 六脚钢 对不对 各种形状的 你不能考树的时候 写各种形状啊 这个可以考一个多选的 点 简单的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但我们教育它一开始啊 这个都忘了吗 扬钢 方钢 扬钢 然后我们还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H形钢 适合于什么 公字钢 适合于什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说的形钢的安装 垂直度 水平度的允许偏差 位置偏差 以及不平平度 基础形钢 顶部平面 因符合规定 就是删了 只有一句话符合规定 像以前的千分之一 这些数据都没有了 了解 基础形钢的接地 因不少于两处 这句话不是 我们配电装置 配电柜所特有的 基本上你记住了 接地都是大于等于两处 那大于等于二 为什么 特别简单 因为你只有一处接地的话 容易失效 失效就麻烦了啊 导电了 人就会出电了 所以一般都是大于等于两个 当然越多越好了 越有安全的保证了 这个都属于常规的描述 第二 柜体的接地 应牢固可靠 以确保安全 我们说了电这块 你就记住两个小小的技巧 就可以了 任何时候出现选择题 你选绝缘 你选接地 基本上是对的 为什么 这两个都跟安全有关 第一 为什么会有绝缘 绝缘 我又问大家了 我们在材料那一部分学过 电线电缆的绝缘材料 有哪些东西来制成 电线电缆的绝缘材料 有什么东西制成 对 就是安全第一 在电这一块 你脑袋里边有个概念 安全第一 很多支点都可以迎刃而解 好 拘律以西和什么 对 油净纸 很好啊 都记得记得很牢 橡胶 还有吗 还有个拘律兮 对不对 拘律以西 拘律兮 油净纸绝缘 以及橡胶绝缘 对 我们还讲了什么 绝缘油 是不是 你看 看来都复习了的啊 我知道里边肯定有慌的同学 都说了些什么 我怎么不知道 一定要复习 随时保持复习和预期的这样的一个进度 好 那么我们就说第一个跟电有关的 非常有关的就是绝缘 为什么 保证人不触变 第二 特别重要的就是接地 接地 为什么要快速的接地 因为打雷啊 遇到雷击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快速的把电给导到地底下 好 所以接地和绝缘都是为了保证人的安全 然后在电这一块你记住安全这个词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接地要牢固可靠 以确保安全 装有电器的可开启的柜门 应以裸铜软线与金属柜体可靠连接 裸铜软线 关于哪些是裸的和不裸的 我们也讲过 裸的就直接就是金属 外面没有绝缘 软的和硬的我们也讲过啊 第三 将柜体按编号顺序分别安装在基础形钢上 我们刚刚看了 这是柜体 柜体这是抽屉式的 对不对 那你这个柜 哪个是一二三四 你得有顺序的 对不对 这是最后他们安装好之后的样子 一个一个严丝合缝的 它的平行度 它的垂直度水平度 都是要达到我们的要求的 横平数值 好 然后要按顺序来安装 找评找证 柜体的安装垂直度允许偏差 相互间的接缝偏差 要符合规范要求 这份数据都删掉了 中读一下就了解了 好 然后第四 多柜体成立安装 我刚上我们那个图就是多柜体了 应逐台按顺序成立 找评找证 并将柜间的间隙调整为一毫米左右 要求还是很高了 一毫米 第五 柜体安装完毕后 每台柜体均应单独圈出来 单独与基础形钢做接地保护连接 不能够用 每一台都需要接地 为什么柜子本身也是金属的 这个属于常设性的问题 只要是外露的金属都要接地 对不对 要不然我们会产生静电的 以保证柜体的接地 牢固良好 第六 安装完毕后 还应全面复测一次 并做好柜体的安装记录 复测也是为了保证安全 所以这六点特别的简单 都属于常规的 横平 竖直 接地良好 保证安全 没有太多要展开的地方 好 然后再来看黑底子大三 配电装置实验及调整的要求 我们这一部分呢 也是来简单看一下 因为我们说了整个配电装置 就配电柜的装压程度 远远没有变压器来高 来的来的重要啊 但这部分也贡献了一些的考点 我们来看黑底子大三 关于他有做了一些实验以及调整 第一个高压实验要求 高压圈出来了啊 涉及到安全问题 一定要由当地 当地的供电部门许可的实验单位进行 这个圈出来可以考单选 我不是说你自己做实验的啊 要由供电部门许可的第三方的实验单位来进行 这个很简单 好 继续往下 遇到爱理题的考点 我会专门给大家讲的啊 然后第三 高压实验内容 这个没考过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还挺适合考一个多选的啊 以多选来掌握 而且这部分很多同学看的有点 头横 全是生气的概念啊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就是哪些东西要做实验 有哪些东西啊 我们刚才给大家做了补充了 就是说 你柜子里边应该有哪些东西 对不对 母线各种开关 各种仪器仪表 各种保护电器等等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他这具体讲到了有哪些东西 一 母线 二 避雷器 也就是我们的防雷装置 我们之后在建筑电器会详细的学 有哪些避雷器 三 高压磁瓶 四 电压护感器 五 电流护感器 六 高压开关的设备 及原部件实验 也就是有这些内容 我们这个编一个小的口诀 这部分还不太容易考到 我们主要是看要做哪些实验 所以两大块 首先如果考选择题 你要看 他问高压实验 有哪些受备要进行啊 就是这部分内容 然后他问你 实验的内容有哪些啊 是后面这个内容啊 我们看一下 口诀叫 瓷母避开压流感 瓷瓶的瓷 母线的母 避雷器的壁 开 开关的开 压 电压的压 流 电流的流 感 护感器的感 接下来就回复一个1 然后我们来看 做实验有哪些 这个比较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有同学说跟变压器很像吗 我们待会来看一下 是不是 其实有重合的 但是不是太像 啊 我们看一下 要做的实验有 要做的实验有 第一 绝缘实验 好 我们把第一和第二一起看 第一绝缘实验和第二 主回路的电阻测量和温生实验 那 绝缘 实验 简单来说就是绝缘的电阻 还有就是组回路的电阻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主体的导体电阻 那你思考一下 绝缘的电阻越大越好 还是越小越好 导体的电阻越大越好 还是越小越好 你把这问题想明白了 你就能做对了 而且他俩永远成对出现的 啊 在各个地方都是成对出现 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那个电线电缆呢 第一层导体 第二层 绝缘 第三层户套 是不是啊 所以最中间的这个是导体 第二层是绝缘 你想想 好 大家都说了 绝缘的电阻越大越好 导体的越小越好 对的呀 导体越小 说明他越不爱发热 我们的能耗越小 那绝缘你的电阻越大 说明你保护的越好 越不会让我们出电 对不对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理解了 他们俩都是几乎都是成对出现的 如果考选的 你想了 有绝缘的 有主体的 那他这个温生实验 温生实验不就是电阻的测量的一个具体的实验吗 看他的温度升高 升高的越高 不就是说明他的电阻越大越不好吗 越爱发热 我举个例子 你们家里边灯泡 你们家里边电灯泡 你是不是光需要他发量 不需要他发热呀 但他为什么发热 那个就是他的损耗啊 因为他的电阻的能耗 他会发热 只要有电阻 他就会发热 对温生实验 也是一种表明电阻的实验 第三 峰值耐受电流 和第四 短时耐受电流实验 好 这两个成对计 都叫耐受电流 什么叫耐受 能够耐得住的 塑得住的电流 一个是峰值 也就是我们的正弦啊 划正弦 这个波峰 波峰 还有就是短时 也就是损时的 这个电流 这个有一点抽象 你们能掌握多少 就掌握多少 听一下就可以了 把这个名词记住就可以了 这个短时的耐受电流 又称为 额定的热稳定电流 它等于这个额定的 短路的开段电流 然后这个峰值耐受电流 又称为额定的动稳定电流 刚才那个是热稳定 这个叫动稳定 它是指我们核杂位置 所能耐受的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的 第一个大半波的峰值电流 好 已经晕了 你就不管它了 就我们说的 波峰 波峰 Sine Cosine 那个正弦 等于额定的短时 关合电流 刚才是开段电流 这个是关合电流 它俩之间有个2.55倍的关系 所以后面这个 是前面的2.55倍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这两个东西一起计 成对计 好 然后第五 关合和关断的能力 它打开关闭的这个能力 第六 机械 机械实验 机械实验 那就是能够做动作 做动作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了 然后第七 操作震动实验 什么叫操作震动 其实我们换一个词 换一个词 你一下就理解了 叫做抗震实验 抗震实验 你不能说我这个开关 震着震着就走开了吧 对不对 抗震能力的实验 然后第八 内部故障实验 也就是当内部产生故障的时候 它能不能报警 你别出问题了 就我都不知道 然后第九 六幅化硫 六幅化硫 我们之前讲过了 它是一个绝缘电 绝缘的气体 六幅化硫的气体 绝缘开关设备的 圈一漏气氯 以及圈二 含水氯 以及圈三 防护等级的检查 漏气氯 你这个六幅化硫 全漏掉了 还绝什么缘呢 含水氯 你含水过多 还绝什么缘呢 因为我们水是良好的导体 水为什么是良好的导体 你想一下 为什么会有人去电鱼啊 去池塘里边电鱼 因为水导电呢 对不对 所以水多了 你也就不绝缘了 还有防护等级的检查 所以这部分内容是挺多的 九个 然后你要分清楚 尤其是这个六幅化硫 它本身的三个检查 也可以单独拎出来考多选 这个 其实我们不做过高要求 把名词记住就可以了 但是基本上是 给大家简单的 都做了一个解释啊 都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 好 我们继续往下 懂了是吗 太好了 太好了 有同学说说的很清晰 懂了 那就好了 就是为什么会有绝缘呢 为什么会有导体的 为什么有峰值的耐受 为什么有短时耐受 官和官弹 这个很好的理解 就你们家的开关 你不也得测一下 它打开关闭的能力吗 然后机械 就是做动作的能力 操作震动 指的是它抗震的能力 内部故障 是指出故障 你得报警的能力 然后气体绝缘 六部化硫 就是你别漏光了 你也别含水太多 好 那么这个支点 我们就下一个 有同学说 好 有同学给我纠正了一下 我接受 这个纠正 他说 纯的水是绝缘的 因为我们导电 是因为它不纯 对的对的 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生活中 你哪去接触这个 完全纯的水呢 是不是 就像我们生活中 你也接触 接触不到真空一样的 真空它就 真空 又什么都绝了 热量也绝掉了 声音也绝掉 你什么都听不到了 但是我们哪去找 这个真空的东西呢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 真流水 真流水 不含杂志 第四 配电装置的主要整定内容 这个支点呢 小五点 也可以考一个选择题 而且18年已经好了 18年 我们让大家重点掌握了 我当时说 是可以考选择 按理题的点 结果18年 考了一个选择了 搞不好 19年也可以考 按理题的点 为什么 小五点 我们说过很多次了 教材里边 但凡出现小四小五小六点 你就要注意了 很适合考小问答 因为好判卷 就这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整定的内容 这句话 可以把它抄下来 或者拍照 因为整定这个材 有点抽象 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补充 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补充 什么叫整定 整定是指电器器设备在投入正常运行前 必须先测试设备正常运行电流的大小 是否在上级保护开关的整定电流范围之内 好了 读了一遍好像没懂 是不是 好抽象的 那我们还有一个词叫做整定值 我们反过来通过这个整定值来理解整定会更好一点 所谓这个整定值 它有一个名词叫设定值 设定值 那所谓整定就是我们调整至设定值 你看提一个关键词 调整至设定值 那就是整定了 好 简单来说 就是这个电流是多大 什么时候该跳闸了 什么时候属于过电流了 你得调一个 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小 那就是你自己设定的 好 所以就是整定 我得调到一个具体的数据 我自己来调整它 调整到我要设定的这个值 所以这就是整定 整定的含义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要整定哪些东西啊 整定哪些东西 这个你看 小五点 然后 有 一 二 三 四 五 然后每一个 调整 哪个内容 右边这个 又可以拎出来考选择题 那么一般年考的就是右边这个 那我说了 如果考小问答 他可以考左边这个 他就问你配电装置的整定内容 包括拿五点 对不对 好 这个我们也可以简单来记一下 你就记电流电压 电流电压复合 比如说电流分为过电流 和连续过电流 还有过电压 然后过复合 以及三项一次重合 闸的整定都挺抽象的 那什么 什么是过电流 就我们刚才讲了 你究竟超过多少 需要启动自我保护装置了 启动自我保护装置 就是你的 你的预值 你的预值是多少 就你启动的这个值是多少 对不对 就是别人骂你几句 你给你得爆发了 你有你有一个标准在这 好 那我们就电流元件整定 你这个电流是多大 时间元件整定 这跟时间有什么关系 这个也有点抽象 所谓时间整定 也就是我们讲的 有这种损失的 还有延时的 我们以延时的来做解释 可能好理解远 所谓延时动作 指的就是 根据你整定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继电器 充电或断电开始的时候 就计时了 比如说你断电 你就开始计时 隔了多久 我们再动作实现开或者关 这个时间是你自己确定的 是零点一秒还是十秒 我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家里边有这个 现在不太容易了 以前 比如说家里边不分回路的时候 很容易跳闸 对不对 跳闸 那你就去自己再把它掰一下 就可以 就可以接通电了 那有的时候呢 挑完闸之后 它可以自动重合的 自动重合 那你这个时间 你设定是多久 0.1秒 1秒 还是2秒 3秒 所以你自己来 确定这个时间 然后过复合的高级整定 过复合的电流元件 以及同样的时间元件整定 这个内容是一样的 再来看三项 一次重合闸整定 这句话有点抽象 三项是一个概念 一次是一个概念 重合闸是一个概念 三项是对应我们分项而言的 就是三项对应我们单项而言的 一次是对应二次 还有多次而言的 所谓三项一次重合闸 这个三项就是ABC三项了 一次就是它只重合一次 比如说我们跳闸了 线路跳闸了 起它故障了 它自我保护了 它自我保护 你要烧了 你再硬硬下去 你就烧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保护自己 我跳闸了 跳闸之后 它可以自动再重合一次 它可以等一会儿 就涉及到一定时间 可以损失的 也可以等一会儿 我们刚才讲了 你可以设定 设定我们几秒之后 重合一次 这样的话 可以提高我们供电的可靠性 因为很多这个线路故障 它是损失的 一瞬间电流电压户 电流或者电压过高了 其实断变之后 马上就能自我恢复的 就能恢复正常 所以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没有这个自动功能 你不就人去 人去再给它合闸吗 所以它就设定了这样一个功能 你断变了 断变就自我保护了 然后它马上恢复恢复之后 它就去重合了 所以就叫做三项 三项 ABC三项 一次只重合一次 当然我还有二次了 对不对 我可以三项二次重合 我可以重合两次 所以这个就是重合闸的概念 那有的是不需要的 比如发电机 变压器 电缆 它是不需要设重合闸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连续过电流保护 加了个连续这个关键词 然后它的整定 包括一 电流元件整定 二 时间元件的整定 再加一个方向元件的整定 还有过电压的保护整定 包括过电压的范围整定 以及过电压的保护时间整定 好 整个这个内容呢 我们通读一下 那就可以了 就是你把这个概念给它记住 它是什么样的意思 还是稍稍的 如果不接触的话 有一点点的抽象 我们也是做了一个解释 好 继续往下 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 没有做电的同学 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很多生气的概念 好 损食 我说的是这个损 不是损食的损 损食 这个不是方言啊 短食 一瞬间 一瞬间啊 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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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瞬时吧 就是瞬时啊 瞬时 好 继续往下 啊 有同学说一般年这样准备做对 是不是 有点郁闷 一般年好 还好考的是选择题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 再来啊 是瞬时吗 大家都说的瞬时 还是损时 瞬 瞬间 瞬间 对啊 瞬时啊 我刚才说成损时了 是不是 瞬间 好 然后 黑女子大四 配电装置 送电运行 验收 这个括号大三的概念 这个我们18年也是给大家划了重点的 但是没考 这个送电验收 而且当时我们以安利提来划的 没考 你们现在也可以看一看 选择案例都可以考 小三点 其中有一个数据 24小时可以考选择题 我们看一下 送电验收 就是配电柜 好了之后你得验收 第一 由供电部门检查合格后 将电源送进室内 经过验电 叫相 无误 第二 和高压进线开关 检查高压电压是否正常 也就是它的顺序 一 高压 注意不是低压 先高压后低压 二 和变压器柜开关 检查变压器是否有电 然后和低压柜进线开关 查看低压电压是否正常 第四 再分别和其他柜有开关 有一个概念 它的顺序 高压 变压器 再低压 从高到低 第三 空载运行时间是一天一夜24小时 这个把它圈出来对比我们待会的一些时间 无异常现象办理验收手续 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 一天一夜 交建设单位使用 同时要提交的资料 这个常规了 不用特别记 只要你要移交给业主的资料 基本上这些都有 属于一个通用支点 一 施工读指 二 施工记录 三 产品合格证 四 说明书 这个应该加一个顿号 这样的话记得更清楚一点 然后五 实验报告单等技术资料 属于常规的技术资料移交的范畴 好 那么我们的配电柜就讲完了 今天我估计抄的时间会比较多 配电柜本来是我们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都讲了40分钟了 我们再来啊 变压器 好 我们再来看变压器的内容 哎 你看13022把这个圈子来电机 安装语调试技术 然后你看黑底扎一是变压器 你再翻你的教材 翻到72 也是黑底扎二 电动机 有没有同学观察过啊 有没有同学看过这么细 黑底扎二是电动机 这个跟如果有一七年的 拿到一七年教材同学 你可以对着你的教材看一看 哎 教材的结构出现了变化 对不对 是不是 有没有同学发现了 以前的变压器是单独拎出来的哦 以前的电动机是单独拎出来的 他现在告诉你 电机包含了 变压器 电机 包含了 变压器 和电动机 这两个东西 哎 有同学就疑问了说 他们之间怎么是包含一波包含关系 有点晕是不是 谁跟谁是平级的 谁跟谁上下级 没问题 有同学说 变压器算电动机 不对 这句话有点 不严谨 是 变压器算电机 电机是一个大的概念 虽然我们老是口语啊 不准确 我们老把电动机叫成电机 不是这样子的 电机 是一个大的概念 我们如果学大学里边 学电的话 同学应该知道 电机 它包括直流电机 变压器 同步电动机 一步电动机 所以电机 是一个大的概念 教材没有问题 它改版了 是反而正确了 改版之后的概念 更准确了 它是包含了变压器和电动机的 这个你要注意一下 尤其是拿了17年老教材同学 没问题 它这改版是没有问题的 是一个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好 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变压器 变压器不用说是我们的老烤点啊 常规的重要的知识点 就是我们电这块比较爱烤的是电动机 然后其次是输配电线路 然后刚才讲到这个配件柜 反而是很少烤到的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变压器 我们看一下变压器 它怎么来进行安装的 那你就要看一下 它的结构了 这个我们补充的图片 你可以把它拍下来 对 拿着17年的东西注意一下 这怎么改版啊 而且你17年里边有好多的数据都删掉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变压器 右上角就是它的外观图 你想看的话 在你的小区门口就能就能够看到啊 变压器 如果你去发电厂 能够看到更大的啊 像房子那么大的变压器非常大 然后里边呢 是它的这个芯 有铜的绕组 还有中间的铁芯 然后左边这个图是它的内部结构图 上面是油枕 储存我们的绝缘油的 然后有它的绝缘的这个瓷皮 高压端和低压端 右边这个是冷却器 就是风扇啊 吹风 把它绝缘油给它制冷的 吹冷的 然后中间呢 充满了这个变压器油 就绝缘油 外面的是外壳 也叫油箱 中间有铁芯 有绕组 好 那我都问大家一个问题了 你们思考一下 变压器的变压的原理是什么 因为我们待会会讲到很多这种概念 回忆一下你的中学物理了 变压器的原理是怎么变压的 线圈 电磁感应 绕度不同 有同学把公式都记得 U等于RI 很好 我们看一下 有同学说能量守恒 能量守恒当然可以解释我们 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现象 宇宙中的所有现象 但是在这里写的也太广了 对不对 大部分东西都说对了 叫做电磁感应原理 就是所谓的 电声磁 磁声电 我们中学学过 有个人叫法拉利 是不是 他发现的 什么左手定则 右手定则 那个东西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所以讲的是 我们这个 对 电磁感应原理 BH 它是一种静止的电气设备 利用电磁原理 将某一等级的交流电压 或者是电流转换成同频率的 另一个等级的电压和电流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所以 它的笔值 它的笔值是怎么样的 I1除以I2等于什么 等于N1除以N2 中学知识了 所以变压器的变比就等于绕组绕组组组的杂数 对不对 左右的绕组的杂数不同 那么我就可以实现升压和变压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写个I啊 I写成那个电流了 我给你们改成U 对不对 我给你改成U 就更好理解一点 I是电流 当然是一样的啊 改电压 改电流是一样的 U1除以U2 等于这个N1除以N2 这样的一个 好 这是单向的 对不对 这是单向的 然后 然后呢 这是三项的 那么我们用的最多是什么 用的是最多的 这个 三项的 对 电压啊 电压 注意电压是正比 电流是反比 好 然后 我们再来看黑底扎一 刚才做了一个小小的补充 就是告诉大家肉组这个东西 线线的肉组 变压器的安装程序 黑底扎一 然后你看一下小标题 为什么我们老说教材里边有结构这个东西 你不要忽略了 不要上去就去看知识点 你一定要看 学会看黑体字大一 括号大一 小一 括号小一 这会告诉你它的层级关系 好 所以你看一下它小标题 变压器的安装技术 包括括号大一 首先开箱检查 开箱检查我们学过呀 是不是 刚才讲了检查哪些东西 外观 资料 第二 变压器的二次搬运 二次搬运就是从仓库 运到我要安装的地方 然后进行调箱或者调器身的检查 然后进行就位 就会做接线 接完线之后交接实验 哪个最重要啊 我们这交接实验就是常规的老考点 然后还有比较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的第八 这个送电运行验收也是比较重要 送电前的检查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开箱检查 那你看一下 这不就是我们说的程序吗 掐头去尾抓重点 上节课告诉过大家 程序类的对不对 掐头去尾头 检查 搬运 检查 尾 送电前的检查 然后顺行 中间这几步顺序不可捏 对不对 好 这就是程序 然后对比教材的163页 163页是我们什么内容啊 建筑电器要学的变压器的安装 我们163页的最下面的括号大页第一个 关于开关柜配电柜 还有干式变压器的实用程序 所以你在这地方记上有一个概念了 我们要左右对比就学 学工业电器对比建筑电器 我们之后学工业管道对比建筑管道 学到那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就了解了 所以他这句讲的是程序啊 然后把每一个展开来讲 展开来讲 好 下一个啊 下一个 具体的内容 比如说开箱检查 是不是我们说不备啊 通用知识点 好 第一个按设备清单 施工图纸以及设备技术文件 一清单 二图纸 三技术文件 核对被压器的规格型号 与设计相符 复件与备件 齐全无损坏 很常规 第二 被压器无机械损伤及变形 油漆完好 无锈时 第三 油箱 密封良好 带油运输的 变压器 油枕 油味 应正常 油液 应无渗漏 那既然有带油运输的 那就有不带油运输的 欢迎光说 你你运过去之后 那个绝缘油 别运到物理地全洒了 没了啊 那么我们待会会讲到这个 不带油运输 有什么问题 第四 绝缘 词 剑 即 注剑 无损伤 缺陷列文 你看 是不是通的呀 只是他写的很细 把哥哥来展开了啊 我们讲到他的 自己所特有的 就是他的带绝缘的 在这个油箱 再强调一下 第五 充 淡气 或充 干燥空气 运输的 变压器 那刚才我们讲了 有带油运输的 就有不带油运输的 比如说我们图上这种情况 非常巨大的变压器 如果你带油 那得多重啊 那个硬费得多贵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把油抽出去的 全油抽出去 那你空的不行啊 容易受潮 那我在里边充什么 充淡气 淡气其保护的一个作用 那充淡气的话 你要干嘛 有一 压力结实 要求必须是正压 或者是负压 二 要用补充装置 就是随时 补充淡气 这道题在一二年考过案例 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一二年是不是一个分水岭啊 一二年是一个节点 在一二年以前 几乎不在技术部分 不在第一章考案例 多简单呢 一 就一二年以前 这题叫扎端题 这一道题 一个案例题考质量 它全考质量 考安全 全考安全 特别简单 如果你去做以前的题的话 好 一二年开始 就逐年加大这个技术部分的案例题 以前是 大概就加个一两道 现在是 每一个案例题 有一到两个 技术部分的考核 所以 就将近占了一半 越来越多了 好 所以他讲了 要有压力监视 必须是正压 压力值是0.01到0.03兆帕 一二年 好多东西都不会 就问你压力值是多少 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装置 为什么必须是正压 因为负压就是真空 真空容易变形 是不允许的 理解了 要保持一个正压 压力值也不大 0.01到0.03兆帕 好 下一个 下一个 再来 变压器的二次搬运 那既然是二次搬运 就是还是一个问题 注意安全 不要损坏它 第一 变压器的二次搬运 你可采用滚杠滚动及卷阳机拖运的运输方式 这个很好理解 不用过多解释了吧 滚杠 这个 比如说 比如说 古代的时候 金字塔的安装 金字塔的这个修建 用滚杠 然后卷阳机 中小 非常规的 小型的 轻小型的 起掉的方式 给它拖过去 第二 变压器的吊装石 吊锁必须检查严格 吊锁我们在哪儿学过呀 是不是在起重技术里边学过 哎 回忆一下 钢丝绳的这个锁句 吊锯有哪些规格型号 然后分别适合于什么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钢丝绳 必须挂在油箱的吊锅上 记得同学可以打在讨论区 他说 挂在吊钩上 吊钩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对压器顶在上部的吊环 差一个字 一个是吊钩 一个是吊环 备压器顶在上部的吊环 仅做吊芯检查用 延期用此吊环 吊装整台备压器 容易损坏它 我们待会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东西就是吊环 一个叫吊钩 一个叫吊环 吊环用来干嘛的 用来 吊芯检查的 那什么时候要吊芯检查 这个备压器啊 你觉得有损坏 或者你觉得受潮了之后 你把这个拆开检查里边的芯 所以它不是一定要进行的 是有怀疑的时候 你进行了一个常规的检查 所以它受力只能用来受哪个力啊 只能用来受芯的力 你用它来承担 整个备压器的重量是不行的 整个备压器的重量是用在吊钩上的 所以它是用来吊芯的 所以是吊环 好 大家还记得对吧 我们讲到了这个 6乘 19 6乘37 6乘61 对粗细不同 适合于 缆锁呀 这个跑绳 穿绕的 好 我们继续往下 还有同学延伸了一下 我们讲到的对慢速转弯机 这个18年考了卷压机的这个容胜量 是不是 你看我们不同的章节 我们甚至能回忆到很多的知识点 好 这些都很常规 继续啊 剩一些这个数据类的 我们看一下 第三 B2系编译时 将高低压 绝缘瓷片照住 进行保护 使其不受损伤 那绝缘瓷片 关键词 瓷 瓷器 陶瓷是一个很好的 不导电的绝缘的材料 但是呢 它容易损坏 容易磕碰 所以要罩住 那你用什么罩住海绵 只可罩住 那随便 反正就是要进行保护 不能受损伤 第四 编压器搬运过程中 会应有严重冲击或震动情况 利用机械牵引时 牵引的着力点 应在编压器的重心 重心以下 这个很好理解了 如果在重心往上 是容易轻负的 所有的东西掉装 不都是这样的吗 你端东西的时候 也都是往中心以下 来抬的 才不容易翻 运输的倾斜角 不得超过15度 就小于等约15度 你防止倾斜 使内部的结构变形 15度有一定的意向 好 再来看 库尔大三 编压器的掉心 气身检查 这个没考过 通读一下就好了 不做过多的要求 那么刚才讲的 不是所有都要掉心检查的 是你对它的质量有怀疑的时候 你应该检查的内容 那检查哪些 它有哪些东西 你就检查哪些 待会我们会给大家看一个结构图 就那些 一铁线 我们说了 它的组成有铁线 有绕组 对吧 二绕组检查 三绝缘微平的检查 四引出线绝缘检查 五 五逆磁调压切换装置的检查 六 油载调压切换装置的检查 七绝缘屏障的检查 八 油循环管路与下额绝缘接口 各位检查 这个名词 通读一下 不做过多要求 好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 有同学说返回一下 二分之一的地方 是这个地方 我简单过一下 好 然后我们再来往下 括号大六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我们整个BH里边重要的 为什么呢 一二年考过案例 一七年考过案例 然后二件 一七年考过案例 说到这个就提醒一下大家 你考一件 就做二件的题 考二件就做一件题 为什么 我们不是让大家正常的练真题吗 是不是 我们说真题反复做反不做 有同学说做了一遍 我就不想做第二遍了 不是这样的 你做了之后 就去研究他怎么出题的 研究他怎么提问的 那有同学做完了之后 就着急去做模拟题 模拟题的质量很差 你与其去做模拟题 我建议大家把二件的翻出来做做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研究真题的分布 每年都会发现惊喜 就是当年会出现一二件重合的题 不少 每年都有 所以你看你一七年做二件的题 你再去做一件的题 不就会了吗 是不是 每年都有这样的题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考过两次案例就比较重要 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让大家掌握 因为一八年全变了 这个交接实验的内容 跟老交材又不一样了 换句话说 他又变成一个全新的知识点 他还可以继续考你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有哪些 还是那句话 乘斗计 乘斗计 首先看一下有哪些小标题 再来看他具体检查哪些内容啊 第一个绝缘油实验 或六幅化硫的气体实验 好 这两个是肯定必须的 就是绝缘的电阻实验 和导体的电阻实验 那绝缘 压气 我可以用油 也可以用气体的 所以第一个很好理解 原油的实验 又不化硫的气体实验 第二 绕组 连同套管的 直油电阻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说的 导体的 电阻 可以看一下这个 结构图 把它拍下来 左边是 实物 右边是示意图 这个是我们的高压套管 然后呢 这是绕阻和铁仙 所在的地方 剩下的 变压气 散热气 通通一下油诊 就可以了 再来看一下 这个立体图 可能更方便看一点 这是高压的套管 小的这个是低压的套管 三下的嘛 ABC 三个出口 然后中间这个 部位 就是铁仙 和我们绕阻 所在的地方 所以叫绕阻 连同套管的 直流电阻 好 然后 我们继续往下看 绕阻连同套管的直流电阻 也就是我们说 导体的电阻的实验 越小越好 绝缘的越大越好 第三 检查所有分阶的电压比 那就是我们说的 你升压 你降压 你这个电压比是多少 有确定的数值 我们可以检查 第四 检查电压器的三项阶线组别 什么叫接线组别 对我们说的外形连接 和三角形连接 好 第五 测量铁仙及夹剑的绝缘电阻 铁仙的绝缘电阻 有点多 对不对 刚才我们讲的绕组 绕组是同座的绕组 它绕的是谁 绕的是中间那个铁戈的 所以 它们都是导体 既有铁仙的绝缘电阻 也有绕组的直流电阻 第六 测量绕组联同套管的绝缘电阻 第二和第六是一对的 绕组的直流电阻 和绕组的绝缘电阻 以及吸收笔 吸收笔 又是一个什么东西 吸收笔是用来判断 我们电力设备的绝缘的受潮的情况 简单来说 也是一种绝缘的实验 绝缘的实验 第七肉组联同套管的交流耐压实验 注意是交流耐压实验 也就是它能够承受的极限电压 第八 额定电压下的冲击核杂实验 这个冲击核杂实验 我们待会还会看到 我们电压器安装好了之后呢 你要进行一个冲击核杂 就是七核七核的实验 七核的时候会产生一个什么 过电压会产生两倍的过电压 非常容易损坏我们的电压器 一般进行三到五次 三到五次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 我们就故意做这个实验的 看它坏不坏 看它能不能够经受住这个过电压 如果它能够经受住 就说明经受了我们的考验啊 然后第九检查相位 这个相位又是什么东西 也是比较抽象 刚才我们讲我们用的是交流电 对不对 我们家用的也好 发电的也好 它都是交流电 交流电那就是有这个正旋 正旋 正旋 拨风拨骨 所以我可以知道 在任意时刻 它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它的相位相位差是多少 说实话都挺抽象的 这就是我们贝亚器的交接实验 好 然后你要记住它 我们简单来记 就会叫三实验 三测量 三检查 实验 都基本上跟这个绝缘有关 然后测量 基本上跟电阻有关 检查的基本上跟相 相 它的相位有关 接下来就回复一个一 对我们叫三检三测 三实验 有同学记得哈 还有同学用的口诀 冲向知己 笔有绝交 你把以前的老口诀改了一下 是吧 就我们说有 有的是成对 记得 比如说有绝缘 的电阻 就有直流的电阻 然后有绕组的 就有铁仙的 好 再来看一下 每一个实验 具体的要求 通读一下就可以了 就不做过多要求了 就是万一考选择题 你有一定的印象 一点点印象就可以了 具体内容 有同学问不问 问就看不看 我刚才说了 具体内容 简单通读一下就可以了 好 有同学说一下这个口诀 是不是啊 这个新版的 我就没有编口诀了 刚刚有一个同学说了 编了一个口诀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用上啊 他说的是 以前的口诀叫知己笔有绝交 因为刚以前是六个 一六个 因为是九个的 不太好编 我看一下能不能用吧 叫冲向 知己笔有绝交 我们看一下啊 能不能用啊 知道的同学可以提示我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 冲 是哪一个 冲击的冲 相 相位的相 支 直流的直 挤 是哪一个挤 笔 电压笔的笔 油 绝油的油 绝 绝 绝电阻的绝 胶 胶流 耐压的胶 还是可以用上的啊 笔 是吸收笔的笔 还有电压笔的笔 还是可以用上的 嗯 虽然少了一个 再加上三实验 三测量 三检查 就口诀还是可以用的啊 接下来同学回复一个一 感谢提供了口诀的这位同学 灵活的把我们之前的口诀改了 等一下 机是冲击的机 也可以 挺好的 急性的急 所以有同学说电气不是靠口诀 主要靠原理 嗯 不过话说回来电气的原理 对很多没有干过同学 是有点深的啊 全是概念 全是新概念 好 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具体内容 通读一下就好了 通读完了 我们休息一下啊 那个绝油 可流浮化硫 是含水量不大于250ppm 哎 250ppm跟谁一样啊 我们之后讲到25ppm 刚好是十倍关系 哎 什么叫ppm啊 百万分之一 百万分之一 就是每升有多少毫克 啊 2005很好记 你把2005记住就可以了 对 绿粒子含量那个那个知识点 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绕组联动套管的植受电阻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要求 首先是变压器的植受电阻 与同温下产品出厂实测值 变化不大于2% 说实话 要求还挺高的 啊 跟出厂值相比 不大于2% 然后再看160千伏安 哎 这个单位有点意思哦 千伏安 就是电压乘以电流 有同学说 电压乘以电流不就是千瓦吗 不就是瓦的瓦特的功率的实验 瓦特的功率的单位 不是啊 他不是一个概念啊 千伏安 然后以下的各项绕组相互间的差别不应大于百分之四 无中性点引出的绕组间各绕组相互间的差别不应大于百分之二 然后再来看1600千伏安以上的是不应大于百分之二 然后无中性点的是不大于百分之一 怎么记 你就把四二记住就可以了 变压越小要求越高 啊 因为他越小越敏感嘛 所以你记下来记在旁边 啊 我说错了 口误啊 电压越大 要求越高 电压越大 要求越高 刚好是一个两倍关系 看见了吗 一个是百分之四 一个是百分之二 没有中性点引出的 一个是百分之二 一个是百分之一 记下来回复一 就在旁边写上电压越大 要求越高 对不对 还有几万千伏安的 那你要求应该更高了 对千伏安是势在功率的这个概念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电压越大 要求越高 好 然后第三 检查所有分接的电压比 电压等级在三十五千伏以下 电压比小于三个电压器 电压比允许偏差为正负百分之一 其他所有电压器额定分接下 电压比允许偏差不应超过正负百分之零点五 其他分接的电压比应在电压器阻抗电压值 的十分之一 就百分之十以内 且允许偏差为正负百分之一 这个通读一下就好了 确实很细啊 然后检查他的这个三项 接线阻别给我们说的外形连接 还是三角形连接 以前中学学过对不对 这个电阻是怎么连接的 串联的还是并联的 然后他怎么连的 这个是电阻 他的一个关系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外形 也就是新型连接 那方法呢 一个叫直流感应法 一个叫交流电压法 名词基础就可以了 第五测量铁蝎及夹件的绝缘电阻 采用五百 两千五百伏的招呼表测量 持续时间 一分钟 应该无闪落 以及击穿的现象 什么叫闪落击穿 也就是说绝缘的这个东西 它不在绝缘了 它倒电了 那你就要测 是在什么情况下 能不能承受两千五百伏的电压 会不会击穿它 然后第六 关于这个绕组联通套管的绝缘电阻和吸收笔 的要求 用两千五百伏 同样是两千五百伏的摇表 摇表就是这个招表 各项高压绕图 捐出来 高压用的是两千五百伏的摇表 对外壳的绝缘电阻 然后低压用的是五百伏的摇表 来测它的绝缘电阻值 那我们讲的这个吸收笔 测的呢 就是在同一次实验的时候 用两千五百伏的摇表 测六十秒的时候 的绝缘电阻值 还有就是十五秒的时候的 绝缘电阻值 它们俩的比值 你看这个吸收笔 有没有超过一点三 从而就看它 受没受潮 了解一下就好了 好 所以不管是吸收笔 还是这个绝缘电阻 都是看它绝缘能力的 再来看第七 绕组联通套管的交流 耐压实验 大电容的 是静置十二小时 才能进行耐压实验 为什么要静置 为什么要静置 你避免这个气泡 避免气泡 然后对十千伏以下的 小容量的 静置时间短一点 是五小时 进行耐压实验 好 两个数据有一定的印象 大电容 大容量 是十二小时 就是半天 小容量 五小时 还有冲击核砸 刚跟大家讲过了 对不对 就是一个残酷的考验 看它能不能承受 这个两倍的过电压 冲击核砸 我想一般是三到五次 在这边讲的 很具体的 五次 很具体的 就是五次 记住它 然后每次间隔时间 是五分钟 五分钟 因无异常现象 其中 750千伏的 变压器在额电电压下 第一次冲击核砸后 在电运行时间 不应少于 三十分钟 半个小时 其后 每次核砸后 带电运行时间 可逐次缩短 但不应少于五分钟 然后相位 相位检查 就我们说的 相位要与电网 就国家电网的 要一致 不应该有相位差 我们说的这个正弦 Sign 它的波峰波谷 所在的位置 可以表示 每一个瞬间 它在的位置 太多生僻的支点了 就说 还要干脆我死背吧 可以 你可以就是 用口诀的方法也好 把它奔下来 最好能够墨写下来 万一考到按理题呢 好 以前有同学说的 这个 变压器的 用的是大变 十二小时 小变五小时 好吧 这是大变压器 小变压器的 这个口诀 可以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 库奥大巴 送练视运行 刚才我们讲了 佩天柜也要送练视运行 我的变压器 安好了 我也得送练视运行 我们看怎么来送练视运行 第一个 变压冲击核杀 是我们讲过 这个冲击核杀的概念了 冲击核杀 由高压侧投入 其实 这句话是 不太准确的 可以从低压侧投入 那你就 你就看它究竟是升压 还是降压了 那么这句话 你记住就可以了 是高压侧投入 高压侧投入 然后第二 变压器应该进行五次 选出来五次 空载全压冲击核杀 这个地方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示异行 换句话说 冲击核杀 进行了两次 对不对 刚才交接实验也进行了 现在示异行也进行了 你得注意了 刚才也是五次 这个地方也是五次 空载的悬压冲击核杀 因无异常现象 第一次受电后 持续时间不应少于 十分钟 那刚才讲的 第一次是不少于多长时间 还记不记得 就是示异行的 刚才是交接的 两个地方吧 刚才是多长时间 对 有同学说的 注册电器 你说难不难 哎 我们今天还真的是一个很广的科目 我们里边包含消防 消防 考了一个消防工程师 我们里边又包含电器 你去考这个注册电器工程师吧 那是 我们工程类的挂号服用最高的了 电器工程师的这个考试 含金量很高 那考一个拉杆箱的规范 开卷考试 你随便翻 一个拉杆箱的规范 再过去 那个地方是三十分钟 对不对 交接的时候是三十分钟 哎呀 我们视频行 那就短一点了 刚才 哎 我问的是第一次 你们怎么都说这个五分钟 第一次 750千伏 第一次是三十分钟 然后之后才是五分钟 好 继续往下 对 750千伏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 游进贝亚器带电后 检查游系统所有焊缝和连接面 不应有渗游现象 这个常规了 然后第四 贝亚器定列运行前应核对好相位 那刚才我们讲过了这个相位的概念 也叫相序 第五 贝亚器是运行要注意 这个点呢 二键考过案例 而且考的是补充题 说到这个给大家提供一个技巧啊 补充题的案例题是非常好 好答的 为什么 我们可以借助于背景来做答 比如说一冲击电流 二空载电流 三一次电压 四二次电压 五温度 六做好记录 那他考的时候他这样问的 我们空号大巴 整个空号大巴 这个点14年考过案例 然后二键就比较简单 他把第五点拎出来考过案例 他就问你 我们这个贝亚器啊 安全好了之后 适应行除了冲击电流和一次电压的实验 还应该要做哪些的检查呢 那你想这种程度而出现的 你就程度而背嘛 有冲击电流 那就有空载电流 有一次电压 就有二次电压 也就是你不是升压的吗 降压的吗 我进来的电压是多少 我出去的电压是多少 我都可以测出来的 还有就是温度 好 第六 电压器运行时间24小时 好 跟我们的配电柜是一样的 可以写在旁边 跟配电柜一样 一天一夜 无异常情况 方可投入复合运行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